MeToo风波延烧 行政院13号拍板 性别三法修正草案 明确定义权势性骚 并延长申诉时效且加重处罚 上市主管对员工是一般权势 民事惩罚赔偿可加重1至3倍 如果是雇主可加重3至5倍 行政罚权势性骚最高开罚60万 雇主也新增可处1到100万罚还 还有刑事案件部分 权势性骚将加重其刑 二分之一最终达到三年 还有一般性骚事发起五年内可申诉 权势性骚事发七年内可申诉 未成年时发生时效延到 全年后三年 雇主性骚则是离职日起 一年内申诉超过十年 则不受理 另外也修法严防失神恋 性别平等教育法 针对失神恋规范 失神失下约会 看电影甚至称呼过于亲密 都可能触法 校长与教职员最重可处终身解聘 教育部进一步表示 未成年学生行之不成熟 要完全杜绝 而成年学生是情况判定 他的行为面的部分 一定不会是单一行为 特定说不能接吻 不能拥抱 不能什么才叫做失神恋 也不一定 比较难直接用文字去界定 所以目前所看到的就是 违反教师的专业论理去认定他 有学者指出法案细节规范 与说明尚未清晰 恋爱是模糊观念 法条并没有解释与规定 但是以专业伦理来认定 不过失神恋诠释不对等 欧美国家对失神恋 态度也趋于保守 耶鲁 哈佛 牛津等 都明文禁止失神恋 成为风气 接下来 余生熊YT 特别报道